欢迎回到现代启示录 台湾民间相信 占得了好风水 求财能够富贵百世 求官的能够升官进爵 但有些人却总是跟总统大位擦身而过 甚至就差所谓的临门一角 在选战当中隐恨败北 但有的人却能够掌握到 台湾的经济命脉 甚至创造台湾经济奇迹 有人试着从风水的观点 提出他们的观察 这些人他们的祖坟 真的占到所谓的龙穴吗 差异又在哪里 请看资深记者艾小培 孙世聪的报道 山水环抱进揽台北盆地的好山好水 这个地方位于新北市五谷观音山上 据说这是全台湾真正最好的风水宝地 全台湾最富 最贵 最好的一门风水在哪里 就在观音山下五谷狮子头 面对了关渡 所谓基隆河 淡水河 还有温宅沟这样子山水环抱的一座风水 那这个风水是王永庆的祖父王天泉的这个坟墓 是全台湾最好的这个坟墓 这个龙穴是台湾堪于泰斗增子南清点之地 他不但在墓柱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还开保证书 写了富可敌国胜过板桥林本源 王永庆的祖坟就是他的祖父母 葬了以后半年内就大发富贵 这个传奇的穴位俗称金师朝北斗 位在观音山的狮子头 巧的是民国四十六年 王永庆的祖父葬下去之后 王家经营的台塑集团 果然开始蒸蒸日上 成为台湾经济史上的长青树 不论政党如何轮替 何人主政始终屹立不搖 而每逢选举政治人物跟风水之说 总会被拿来检视一番 巧的是纵观台湾政治史上 许多与总统大卫势之交臂的人 他们的祖坟在风水堪于民家的眼中 还珍藏有几分玄机 连战之所以屡战屡败 以及他整个的命格看起来富贵双全 可是就是差一步 可以登到九五之尊 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连战的祖父连恒 就是台湾同史的作者 民国二十六年因为肝癌 病逝于上海 在民国三十八年 他的骨灰跟着家人 一起来到台湾 凌云禅寺的这个本源大师 他就建议 先放在我们观音山的凌云禅寺 放一阵子 他就介绍这个连正东 在泰山这一带 有一个牛尾穴 一直困扶 在睡觉的牛 牛尾穴 就介绍在连恒 在这里 据说这个牛尾穴 最多只能保佑子孙平安 有福气 真正好的穴位 是连战的父亲 连正东所葬的 阳明山第一公墓 连正东他家的后山靠的就是观音山跟所有的淡水河的大河口 这事才很大 那连正东是葬在阳明山的第一公墓 那这个第一公墓那只可热闹了 它是这一个大屯山 沙帽山 七星山 号称是整个台湾龙脉 在北部这里的一个发源地 如果真如堪于明家所说 连正东的墓就位在龙穴 怎么没有保佑子孙在总统争夺战中获得胜利呢 那连正东上的这个位置叫做文曲穴 但是他因为没有考虑到明堂 而且在点的时候没点到正穴 传说中的正穴 连土质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正的穴位它其实不大 大概就是几寸之间 它那个土质会红红的干干的 那土质是非常松软的 非常摸起来很细很细的 那个就是得到正穴位 难道是正穴偏了吗 曾有风水师想要帮助连寨更上一层楼 有成功吗 李建军了 风水师神要改运 要帮他改成这个所谓的总统宝座 总统这个宝地 结果改运也没办法改变 这个整个大的格局 站出来 把铁打下去 创造一个共鸣的未来 2004年 联宋搭配共同参选正副总统 原本蓝军气势惊人 没想到319的两颗子弹 改变了联宋的命运 联宋配最后以百分之0.228的票数差距 输给了寻仇联盟的陈水扁 公平的选举不仅让我们听到刚刚所说的一蕴蟲蟲蟲 更看到非常明显的从头到尾的在那边操纵选举的作为 宋楚瑜说的气氛难平 他的不甘还不止于此 2000年他自行脱党宣布参选总统 却因为新票案被引设在美国制产重创声望 也有风水师认为 宋楚瑜的从政运势 跟他的祖坟可能有关系 从宋达的地方看 的确看起来像帝王穴 因为前面的山长得像圣子就长高 可惜是倾斜的 所以这个地其实是偏安的一个地 在联正宗旁边的20公尺 就是宋楚瑜之谷宋达 他的一个所谓的丹凤朝阳穴 但是很可惜 他好像是一只大老鱼 要斩翅而飞 但是也可惜没点到正确 只是旁边沾了一点气 也曾有风水师李建军 看了宋达的墓之后 直言墓地被放了断买钉 阻断了宋楚瑜的总统路 李建军还曾经去看宋达的这个墓 说他有皇帝的气势 但是被人家暗中破坏 钉了九根钉子 把这个宋楚瑜的龙脉 宋楚瑜的总统宝座之路 把他钉子整个破坏掉了 李建军还曾提到这断脉钉 属于密教的独门法术 能量会随着钉子的入侵 渐渐发生作用 如果子孙的幅越大 货也跟着越大 到底有没有钉子不得而知 而李建军在2011年也改口说 断脉钉已经被拔除 风水师到现场勘查 发现穴位后面多了好几个小洞 上去就是宋楚瑜跟这个 就是连家的 就是连战他们家的祖坟 那么从这个过辖里面 他是被他是受伤了 可是谁知道 他的后龙 从行御路上来的时候 那个龙 大概被脖子被断 剩三分 三分还有力量 可是马云九当市长之后呢 他是不小心的 是那一段路有拓宽 拓宽的时候呢 龙脉切开了 也有风水师认为 宋达的坟墓对宋楚瑜的影响 其实不如宋楚瑜故乡 湖南湘潭县的祖坟 它真正乎是什么 就是它的原子三层 原子三层应该是有屈膝的 所以它的风水考生 他们台湾那边呢 有好多的风水行程 从我们来看 我最多的有三十八个 最多的水三十八个 那是几几年 大概水000年吧 也许是受到祖先毕应 宋楚瑜两度参与总统大选 在败选之后 也担任清明党主席 在正正舞台上 依旧占有一席之地 也让这祖坟之说 染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宋楚瑜担任省长时期 跟他情同负责的李登辉 在奖家当权的年代 能够冒出头 成为台湾第一位名选总统 有人认为 这跟李登辉故乡的风水 很有关系 当地相传李登辉的出生地 原新居前原本有一根电线杆 似乎也因为担心风水冲煞 被动了手脚 同样在意祖先风水的 还有曾经担任总统的陈水扁 据说中游原本计划 在他关田老家进行游园探勘 却半路被拦阻 在台南关田 具有所谓龙脉的猴头 这样的陈水扁的老家 关田这里占了这个凹头 中国石油曾经在附近探勘石油 好像快找到石油了 那不过会破坏 这个陈水扁他老家的龙脉 因此中游被迫停止探勘 民间有这么一个传说 说陈水扁为了让自己连任 为了保护自己的龙脉 也迫使这个中游停止探勘 相传陈水扁老家 关田附近的麻豆镇水绝头 也是块风水宝地 三百年来涌泉不断 却在2008年 陈水扁卷入海外洗钱案的同时 开始发生不寻常现象 这就是麻豆镇富有传奇色彩的龙猴 有人说半世纪来也没看过 小水塘里的水少了这么多 比起五年前龙猴里的水量来看 现在的水确实是比较少 清朝时曾有地理师预言 受到龙猴风水影响 未来当地一定会出天子 因此有人把陈水扁当选总统 跟这个龙猴穴的地理风水 联想在一起 但怎么龙猴的水量 近年会不断减少呢 2008年时当地民众对于这个现象 不敢多说 而近期陈水扁深陷牢狱之灾 他的家族也有人认为 是高铁经过祖坟 让龙穴涌入万箭穿心 逃利掉千丈 纵观这些综横百格的人物 不论是否有祖坟的避应 他们个人的能力跟才干 恐怕才是能够跃升权利舞台主角 全请一时的主要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